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力资源和材料 然后机它几乎不怎么考 就是十多年只考过一次 然后机也分两个 一个是工程设备 一个是施工机械 好 这个我们怎么来进行区分呢 工程设备是被安装的那个叫工程设备 而施工机械就是干活用到的工具 我举一个例子 起重机正在掉空调的时候 被掉的那个空调我们叫工程设备 用来干活那个起重机 它叫施工机械 所以这两个我们统称为叫机 然后这个基本上是不怎么考的 人和财是最为重要的 然后施工技术以信息化管理要求 这个有一些考点也考过 主要是考交底 所以这里边也涉及到交底 我们前面在施工组设计也讲到了交底 这里边有一些安全的技术的交底等等 然后资金使用管理要求基本上不考 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 这一节的支点 它的重点基本上就是在前两节 尤其是像我们的工程材料已经连续 连续考了三四年了 17 18 19连续考 主要就是材料的进场验收 这个点不管哪一年考它都很重要 你都要进行相应的重点掌握 然后这几年的一个变化就是问法 问法在变 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考点 人力资源管理要求两星 就是我们简称人 这几年考过 你看大部分都是以案例题的形式来出现 好我们来看一下人 比如说这里边讲到的特种作业人员 我们要主要掌握就是这个特种作业人员 好我们看第一个 大写二 人力资源配置 施工现场 现场项目部主要人员的这个配备 然后这句话就是去年考的这个案例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项目部的负责人 谁算负责人 我们我们考的是做项目经理的 逐渐的这个项目经理证已经取消掉了 十多年前在用 现在已经取消了 你要当项目经理 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件 二件的这个相应的职业资格证 一件是做大中小型项目的项目经理的 二件是做中小型项目的项目经理的 项目经理 项目副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项目总工 有同学说我考试的时候 写项目技术负责人 还是技术总工呢 总工这个词比较口语啊 你最好写项目技术负责人 项目经理必须具有 机电工程建造师的资格 要有这个资格 之前出了一个意见稿 以后要求技术负责人也要考一件了 考一件二件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市场就更大了 就是需求就更多了 你这个证就更值钱了 好 然后第三我们来看项目部的技术人员 应该根据项目大小和具体情况 按分布分项工程和专业配备 一分布 二分项 三专业配备 这道题吧 你说它难 一点都不难 但是你说它简单 可不简单 因为在考场上 他这样问你 请问我们项目部的技术人员 应该如何设置 你在考场上很难想 但是一番答案啊 就按这个分布分项 专业来进行配备 所以我们说案例题跟选择题 它的难度 就主要就是你能判断考点 并且想起来 这个很重要啊 好 然后第四 项目部的现场施工管理人员 就我们俗称的八大员 这个呢 很有意思 是今年二一年二建考的这个案例 所以连着两句话 这个是去年一建考的 然后这句话是 今年二一年二建给考的 他就问你 我们还有哪些施工管理人员 让你来补充 最后有同学发现 不好写 是这个第一批 就是我们第一批 我们二建今年考了两次 隔了一周 第一批 就是少部分的省考的那个试卷 所以写八大员还挺难 写不全 好 我们有一个小的口诀啊 我们看一下八大员 由施工员 材料员 安全员 机械员 劳务员 资料员 质量员 标准员 必须经过培训考试 执政上岗 我们来看一下 由这个记忆口诀叫老子 这个老子啊 就是孔子老子那个 按标志踩基石 很有画面感 去踩基石 按照一个标志来踩 老对应相应的劳务员 子对应资料员 按安全 标 标准 质 质量 质 材料 机 机械 施工员 所以有好多同学也告诉我 他是考口诀把这道题 给做对的啊 有的时候说实话 考诀 考诀还是有点用的 在考试的时候 他可以有效的避免你漏答 这是我们讲到的 八大员 就很有意思啊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当案例题来 备考的点 他给你考选择题 然后很多 你当成选择题来 备考的点 他给你考着案例 就像我们讲到 这个其中技术里边的 安全系数啊 去年考的 大家都是当选择题来备的 结果他考了一个案例 像这种也基本上 当选择题来备的 他考了一个案例哈 然后我们来看 特种作业人员 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配置要求 特种作业和特种设备 插了一个词 插了特种设备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想一下 同样是汉工 一个汉特种作业的 一个是特种设备 作业人员的 一个要求高 显然特种设备 作业人员要求要更高 这样你有个概念 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 特种作业人员要求 简单来说 必须持证上岗 经过培训 然后经过交底 要熟悉方案的 这是我们特种作业的 操作证 然后有他的这个 有效期限 复审的年限的要求 以及他可以操作的 作业类别和项目 好特种作业人员 是指直接从事容易发生 人员伤亡事故 对操作者本人 他人及周围设施的安全 有重大危险因素 作业的人员 这就是特种作业人员的定义 简单来说就是 容易发生事故 对周围 本人他人 都有重大危险因素的 作业人员 涉及的作业范围 通常有 这个我们一二间 都考过选择题 问你有哪些特种作业人员 电工 焊工 我先说简称 电工 焊工 金属焊接切割作业 焊工 起重工 起重机械作业 企业内机动车辆 驾驶 轮机驾驶 灯高架设作业 架子工 锅炉作业 含水质化验 压力容器操作 爆破作业 放射线作业等等 这些属于特种作业人员 就是危险性 都比较高的 属于特种作业人员 我们常见的里边 就是前三个最常见 电工 焊工 其重工 是最常见的 好 然后我们看 他的这个要求 就我刚才讲的 简单来说 就几个词 要持证 要培训 经过焦底 资格要复审 然后我们看六个月 什么意思 资格条件要求 在独立上岗作业前 必须进行与本工种 相适应的 专门的安全技术理论学习 和实际操作训练 理论加实操 跟你考驾照一样的 科目一科目二 科目三 你要考理论了 通过才能考实操 具备相应工种的 安全技术知识 参加国家规定的 安全技术理论 和实际操作考核 并成绩合格 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 这个名词叫 特种作业操作证 18年考官立体 就问你 我汉工 请问要持什么证 你就要写 特种作业操作证 第二 管理要求 特种作业人员 必须持证上岗 同样的 跟我们考完驾照之后 你拿到了 这个板之后 你是不是也带着上路啊 你没带上就是 无证驾驶 我们这个不带的话 就是无证上岗 所以 有证还得带着 要持证上岗 特种作业操作证 复审年限 你相关主管部门 规定为准 对 离开特种作业 岗位六个月以上的 特种作业人员 上岗前 必须重新进行考核 合格后 方可上岗作业 关键词 六个月 重新考核 你离开岗位六个月 不代表你的证书无效了 只是 手有点生了 相当于你半年没开车了 突然去开车的话 你手有点生 你是不是得 还得熟悉熟悉啊 所以我们这个 也是这样的规定 比如说他考你 某 这个 起重工人 离开岗位了 然后去做管理了 管理工作了 离开了十个月 然后问你 这个时候我们急需 起重工人 然后他来进行驾驶 问你对不对 你就说 不对 为什么先给他定性 因为 起重工属于 特种作业人员 这句话 90%同学都会漏打 我们一做题的时候 就发现 大家都没有给他定性 上来就写 不可以 因为他离开岗位 六个月了 那如果他是一个 普通的立工呢 没有六个月这个规定 所以你的答题逻辑 要掌握啊 第一句话 你先说 起重工是属于 特种作业人员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要求 离开岗位六个月 要重新考核 所以他是不可以的 要进行重新的考核 好 这个比较简单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明显要求更高了 比如说你和普通的设备 和和特种设备 那你的这个工时费 都要高一些 资格证书要求也更高 从事锅炉压力容器 压力管道 就是我们的特种设备 这些焊接的焊工要求 第一个基本要求 焊接应由持有相应类别的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的 焊工合格证书的 焊工来进行担任 所以它上面会写上 是特种设备的焊接作业 跟我们前面讲的 普通的焊工是不一样的啊 第二 合格证的管理要求 焊工合格证 合格项目有效期 以相关主管部门规定为准 中断受监察设备焊接工作 六个月以上的 也是六个月 再从事受监察 设备焊工 设备焊接作业 焊接工作时 必须重新考试 关键词 重新考试 所以它的这个要求 跟我们前面一样的 也是持证培训 然后六个月 重新考试 这个要求 这是特种作业和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的一个要求 好 然后无损检测人员的要求 无损检测的话 我们一件考过选择题 二件考过案例 那遇到这种案例的话 我们说还是有技巧的 它说无损检测 分为一二三级 初中高级 前面我们跟大家形容过 说无损检测 X射线超声波 你看把那个师傅的功夫 换成医生的白大挂 就跟医生一样的 他也要考证了 他也有初中高级 所以这个呢 你可以类比医生来进行记忆 初级相当于实习医生 没有处方权 他签发不了任何报告 中级相当于正常的普通医生 有处方权了 高级相当于什么呢 主任医师了 他可以指点其他人了 可以仲裁了 所以你带着这个思路 也很好理解 那我们说了 这个选择题你怎么记 特别简单 就记 最最最最关键的 他能够执行的权限就可以了 他的权限到哪 这是选择题 案例题呢 你像二建16年考那个案例题 特别简单 他说一级的人去签发报告 去评定结果签发报告 好 我们说这种题考到就是 一定是级别低的 越级做了级别高的人的事 级别高的做了级别低的 没关系 所以这种题简直白送你五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来说 一级只能做记录 只能干活操作 他没有任何处方权 不能签发报告 二级中级的可以签发报告 并且可以评定 我们这个检测的结果 三级高级的不光评定 还可以仲裁 仲裁相应的争议 我们带着这个思路 一看就很简单了 看一下一级 初级的只能进行无损检测的操作 记录检测数据 整理检测资料 你看就没有什么权限 二级人员可以编制 一般的无损检测程序 简单来记 叫编程 可以编程 并按检测工艺 独立进行检测操作 你看一级都能操作 它当然能操作 所以我们说 级别高的能做级别低的事 评定检测结果 签发检测报告 关键词就可以签发了 可以评定了 三级也就是高级人员 可以根据标准 编制无损检测工艺 二级都能编 三级更能编了 审核或签发检测报告 二级都能签发 三级肯定能签发 并且能审核了 解释检测结果 并且仲裁二级人员 对检测结论的技术争议 所以这种就很简单 级别高的 一定能做级别低的人的事 低的不能越级 持证人员只能从事 与其资格证 级别方法相对应的 无损检测的工作 这个很简单的 无损检测的级别规定 好我们看考点清单 第一个 请减数特种作业人员的 这个要求 特种作业人员 持证上岗 对吧 然后要有理论的学习 实操的这个学习 超过六个月 重新考核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要求 跟他非常类似 区别就是 超过六个月离开岗位 岗位之后要重新考试 一个是重新考核 一个是重新考试 然后第三 减数 无损检测人员要求 一二三初中高级 一级只能干活 做记录 操作 整理资料 二级 当然可以操作 可以编程 可以签发报告 三级 可以签发报告 并且可以仲裁 二级的技术争议 好 这是我们考点清单 然后我们看 一六年考的 你看很有意思 同一个年份 一六年一件 考个选择题 一六年二件 就考安利 这个我经常说 就是他们俩 很有意思 有的时候是同年 有的时候是隔年 有的时候是隔个两三年 互相抄 互相借鉴 你比如说 你要是一六年考一件 你把二件的题刷一下 你不就遇到了吗 所以 我说了 你考一件同学 一定要做二件的题 考二件同学 我们也让大家 做一件的题 你不做 光看一下也是好的 运气好的话 能遇到 而且今年二件 还考两次 给你提供了两套题 这个不比你去刷 这个模拟题箱吗 模拟题经常 有同学问我的一些题目 都非常的刺 就我们说很刺 鱼目混珠的 然后大家还 还特别的认真的 去琢磨他 这句话是不是有问题 一看题目就不怎么样 你还不如去多刷刷真题 好我们看一下 无损检测的说法 正确的有 A 无损检测人员的资格证术 有效期以上级公司 规定为准 不对 B 无损检测人员 一级可以评定 检测报告 检测结果 他没有这个权利 一不能评定 二级 审核 检测报告 审核 然后 D 无损检测 三级人员可以根据标准 编制无损检测的工艺 C还是有一定的迷惑性的 C 谁能审核呀 他能签发 但是他不能审核 三级才能审核 这道题 同学们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为什么 你不用看书 我跟你说 在这里边出现了 一二三级 你三级什么都能干 你三级横着走啊 所以我 我第一代 如果是我做题 我上来就看D 对不对 三级人员可以根据 标准来编制 无损检测工艺 那当然对的 我们说可以编工艺 二级的可以编程 所以你肯定选D 这种题太容易了 还是我们说 出题老师 逻辑性一般 他逻辑学的好的话 他都不会出这样的题 我应该怎么出 我就把 这个二级的 或者一级的 编几个 ABCD讲的都是一级 讲的都是二级 你这样的话 反而会搞不清 像这种 层次太明显了 好 我们看一下 A执政人员的资格证书 有效器 相关主管部门 上级公司 有这么大权限吗 B 二级可以评定 但是他不能审核 这个一级不能评定 二级可以评定 然后C选项才是 三级才能审核 二级不能审核 所以这个 我估计有同学 考试的时候 应该有不少 错选了C的 这种题 你直问D 三级在这里边 明显他能干的 权限要大得多 好 我们看这个多选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机构 规定的特种作业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 你看这个选项 他应该是把特种设备 作业人员混到里边了 所以你要认真的区分 爆破工 有的 思路工 属于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电工 特种作业人员 水处理工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其中工 特种作业人员 所以这道题选 ACE 你要小心 他把特种作业人员 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混到一起来进行考核 随选 ACE 电工 汉工 起重工 企业内机动车辆驾驶 架子工 锅炉 压力容器操作 爆破 放射线作业 好 我们看案例 可以提问的方式 之前有朋友说 老师能不能有这个答案 答案就是让大家自己去寻找 并且思考 我们主要是 希望学习的 就是提问方式 第一个问题 因进度需要 某调入管理岗一年的 其中工 被紧急安排 以设备调装工作 该安排是否妥当 说明理由 是不是我跟大家讲了 不妥当 有同学说 因为超过一年了 超过六个月了 要重新考核 那你就会丢掉 两分 你先给他定性 因为 起重工 属于特种作业人员 所以有超过六个月 重新考核的规定 这是理由 本工厂的主要 特种作业人员用的鞋 刚刚给大家念了 电工 起重工 汉工 架子工 这些事工现场 项目部主要人员 应如何进行配备 主要人员 这个管理人员 像我们项目经理 项目副经理 项目技术总工 然后八大员 还有这些技术人员 项目经理 对刚上任的 起重工的工作安排 是否妥当 说明理由 跟第一问 是一回事 只是他把这个原因 放到了背景里边 你在背景里边找 只要你看到这种 起重工啊 汉工啊 电工啊 然后又是超了一段时间 基本上就是考这个 相应的重新考核 这个点 好 下一个考点 工程材料管理要求 这个就相对来说三星 你看 13年考了案例 17 18 19 连续考核 连续三年 17年考的选择题 1819 是案例 这四次 其实考的就一个 什么材料进场验收 材料进场验收 所以实际上最值得挖掘的是材料进场验收 剩下来还可以挖掘的材料领发 材料领发 13年其实也考了 也考了 所以13年实际上考了两个点 进场验收和领发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材料 比如说我们买一批钢材 买这个管材 它讲的是什么呢 这里边讲的是材料的生命流程 从无到有到用 用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说 你可以叫无吧 因为它已经变成了 我们要安装的这个东西了 比如说板子已经变成了储罐了 所以我们说材料 你从无到有到无 这样的一个生命流程 没有的时候你要买 要采购 然后采购来了之后 人家送货员送到了之后 你要进行材料的进场验收 这个什么 就是我们俗称的类比收快递 有人说类比收快递 我们还看的少吗 老师你在第一张 已经念了多少次了 材料开箱检查 进场验收 我知道品种规格 型号数量 质量 证件 零不见 说明书 对吧 完全没错 这个知识点跟前面是重复的 但是我们前面学的时候 是侧重于技术部分 这个里边侧重于第二章 第二章 你会发现它的描述稍有不同 而且 有同学说那连续考三次 我们二件也在考 二件这几年也都考了 二件14年20年都考了 重复度相当高的一个考点 怎么考 它能考出花来吗 还真是考出花了 这几年 主要就是考提问方式 我们看材料进场 一件时候怎么考出花来 然后库存管理 库存管理那就相当简单了 防尘防盗 防潮 防磁场干扰 这些很常识的 分类存放 这些内容 然后材料 你不能一直放在库房 你得用 这就要领 然后发 领了 发 领回去要用 没有用光的要干嘛 要回收 你看 所以我们说 材料从无到有造 到无 这样的一个生命流程 你要知道 它的这个流程 所以考试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人家问材料 是进场 还是库存 还是领发 还是使用 还是回收 其中最为重要的 就是进场验收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 考了那么多次 就考这一个点 进场验收 反反复不考 所以我们就说 重者 横重 他不考的 他就反复的 就不考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内容 第一个 材料管理责任制 和计划要求 首先看责任制 第一句话 施工项目经理 施工项目经理 就是我们 是现场材料管理的 全面领导责任者 这句话 在教材出现N次 在教材出现N次 只要说什么 全面责任 第一责任 一定是谁 项目经理 为什么 你考这本书 是做项目经理的 你考造价 你是做造价的 你考监理 你是做监理的 所以你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 你就知道了 第一责任 全面责任 所以不管是材料 还是什么安全 进度 质量 成本 只要他说第一责任 一律 项目经理 这样你就好理解了 就是送分点 我们俗称 背锅侠 我们叫 项目责任终身制 所以挂靠 虚谨慎 这个是第一句话 在我们第二章出现很多次 你把它当成一个指导思想来记 比如说我们19年的二建 就考了一个送分题 他就问你 谁负安全第一责任 是安全经理吗 不是 安全经理负次要责任 主要还是项目经理 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个 万能的 达分的一个模板 就全面责任 第一责任 你马上跳出来 我 我不来背锅 项目经理 第二 项目 施工项目经理部 主管材料人员 主管材料人员 是施工现场材料管理的 直接责任人 注意了 直接责任和第一责任 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直接责任 库管员 丢东西了 你第一个问他 这个东西怎么丢了呢 这叫直接责任 对吧 但是最后 实际上承担这个 主要责任的是我们 直接 全面责任的 第一责任的是我们 它是直接责任 第三 班组材料员 班组材料员 在主管材料员 业务指导下 协助班组长 组织和监督 本班组合理的 领料用料和退料 好 然后大写三 就是我们说 材料进场验收的 这个要求 就五句话 多么简单 我就把这五句话 背下来吗 好 你考试的时候 可能会有问题 你背下来了之后 不一定能得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把它背下来 这五句话 到现在 你还是要背 连续考三次 我们还是要 让大家背来 背下来 第一个 进场验收 复检 在材料进场时 必须根据 一 净料计划 二 送料凭证 三 质量保证书 四 产品合格证 进行材料 数量和质量的验收 要求复检的材料 应有取样送检 证明报告 这个名词 取样送检证明报告 去年二件考过 就问你复检 要有什么 取样送检证明报告 前面这段话 我每年都提醒大家 我说大家要拆开机 第一段话里边 可以单独拎出来考 这四个叫什么 我们叫四文件 这四个文件 净料计划 送料凭证 质量保证书 产品合格证 材料进场的时候 我们买东西 我们有净料计划 人家送货的 有送料凭证 我们要互相核对 我们的数量对不对 质量对不对 要互相核对的 好 然后 质量保证书 产品合格证 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随机出厂的 表示它的质量是合格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 类比书快递的 快递员 给到我们的资料 这些内容 所以这四个文件 你要单独来记 考多选 或者考案例 都是可以的 第二 按验收标准规定进行 标准规定 什么意思 就是国家的规定 国家的标准 验收工作 应该按 质量验收规范 和计量检测规定 来进行两个规 质量验收规范 计量检测规定 这个呢 叫两个规定 这个我也是让大家 反复的单独记 也可以单独拎出来考 其实这五句话 每一个都单独拎出来考过了 好 所以第一句话 四文件 四文件 我们19年考了 第二个 两规定 18年考过了 质量验收规范 计量检测规定 好 这个是我们 第一个 四个文件 我们自己所特有的 第二个是国家要求的 这些规范规定 第三 这句话也是 反反复复 我们都考过了 其中 又是出现这个 抄的这种情况 就13年的一件考完 14年的二件 马上就抄 几乎都是 一模一样的一道题 后来呢 我们二件又考了的 20年又考了的 所以 第三个 验收内容应完整 验哪些 被比收快递的内容 品种规格 型号 质量 数量 证件 大家已经被的 滚瓜烂熟了 对吧 这个如果考的比较简单 第四 做好记录 办理验收 好 这个记录 办理验收手续 这个容易漏答 第四个容易漏答 第五 不符合 不合格 拒绝接收 这个也都是一二件 考过很多次了 其中 这个去年 二件又考了这句话 所以这个里边 我们一件二件 加到一起 就这五句话 都考了 接近小十次了 好 我们待会儿看 他怎么来问的 所以这五句话 详细的给他背下来 每一个句号前面 要背 后面的 这个具体内容 也要背 好 然后材料 进场了 我要放到 库房里边 保管 所以库存管理的要求 这个 四字排比 八股文 专人管理 建立台账 标识清楚 安全防护 分类存放 定期盘点 这个 我们不对大家 做太高的要求 但是也是可以考的 四个字四个字的 那稍微的 给他 简单的有点印象 比如说讲到 什么分类存放 这属于 常识性的问题 不同材料 不要放到一起 专人管理 有台账 就是 谁领了 领了 哪些材料 要有数 标识要清楚 避免领错料 安全防护 定期盘点 好 这是库存管理的要求 好 我们看 这就是材料的 库房里边 分类存放 这个当然是比较规范的 有的时候在工地上 可能没有这么规范 所以你要分区 比如说 成品摆放的区域 半成品 工具 辅材摆放的区域 区域原材料摆放区域 你要对它进行分区 然后呢 定期对它进行 相应的这个盘点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材料 在库房里边 保管的一些要求 好 接下来再来看 大写四 材料领发 使用和回收要求 你不能一直放在库房里边 你得领 领了得去 进行我们相应的 下一步的 这个施工 所以这个时候 涉及到领和发 好 第一个 建立领发料的台账 记录领发和结钞的状况 这个是限额领料单 所以第二个 它讲限额领料 凡有定额的工程用料 凭限额领料单 这就是我们的限领料单 什么叫定额的 相对来说就是 呃 单价会略高一点 不是随便随便拿取的 所以你要做记录 由谁在什么时候领了多少 你要做记录 这个就叫限额领料单 然后第三 定额发料 就是按规定的额度 来进行发料 施工设施用料 也实行定额发料制度 以设施用料计划 进行总控制 第四 超限额用料 要经签发批准 就是超过了规定的额度 但是你还是要继续 往下施工 这个时候呢 就是给你设置一个 小小的障碍 但是也还是要 还是要领的 所以要有一个 签发批准这个要求 在用料前 应办理手续 填写限额领料单 注明超号的原因 经签发批准后 进行实施 所以这个的话 小四点 我们一三年考官历 记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第一 建立台账 就你得有数 第二 限额领料 第三定额发料 第四 超额的 要签发批准 所以还是比较明确的 这个采分点啊 然后 括号第二 材料使用与回收的要求 怎么用 怎么回收 又是那种排比句啊 我发现排比句 其实考的可能性要小 小很多 我们很少考到这种 因为这个对大家语文 要求太高了啊 你要不对账 不是四个字四个字的 还还写不写不出来 统一管理 合理用料 防止丢失 公完料清 预料回收 好 所以提示大家 考试的时候 要注意题材中 问的究竟是材料的 领发 使用 还是回收 这个里边呢 主要就是注意 材料领发的要求 就可以了 使用回收 我们不做太高要求 所以前面的 材料进场验收 要求更高 其次就是领发 剩下的 我们不做太高要求 所以你会发现 考了四次 这个点就考过四次 四次都考在材料进场验收里边 好 我们看考点的清单 最重要的材料进场验收的要求 五句话 每一个都可以单独拎出来考 比如说四个文件 两个规定 然后要验收的这些内容 凭准规格 型号数量 质量 证件 然后要记录 还有就是不合格的 要拒绝接收 所以每一个要记 单独的都要记 然后材料储存保管的 这些要求 防尘 防火 防盗 防霉变这些 材料领发 材料使用 材料回收 都要求 这个我们叫材料的 这个全生命周期 从无到有 到用光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相应的一些题目 这是一个模拟的选择题 还是比较综合的 你看这儿就能看出来 多选 关于材料进场验收 要求的说法 正确的有 A 要求进场复验的材料 应有取样送检 证明报告 完全正确 B 验收工作应该按 质量验收规范 和计量检测规定进行 没有问题 两个规 C 验收内容应完整 验收要做好记录 办理验收手续 都是常规的 D 假供的材料 只做好标识 假供就是业主提供的 业主提供的 还是按照正常的流程 来验收 不是只做标识 E 对不符合计划要求的材料 可暂缓接收 什么叫暂缓 就是还是有 还是有余地的呗 书上讲得很清楚 拒绝接收 去年二件考的 这样的一个送分点 说我们这个材料 法码不合格 问你如何处理 拒绝接收 就四个字 好 所以选ABC 很简单的一道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 立体 给大家编的立体 以及这几年 一二件考到的 这个真题 二件我就没罗里了 一件的 这个是模拟题 对业主提供的 镀行馆材 还应做好哪些 进场业核工作 这是二件的 二件 14年 超的我们13年的一件 连背景都差不多 提干都差不多 然后下一个 假以两个工程 施工队在领取材料中 各有哪些错误做法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不看背景 已经知道了 两个施工队 领材料的时候 关键词 错误 混料了 肯定是混料了 正确做法 那你就写什么 我们要有台账 限额领料 定额发料 对吧 超限额的签发必准 你就写这个 一看领取 定位到它的考点了 所以你不要被它 背景中虚晃的 这些模拟的背景 各种矛盾 各种错误 给吓到了 一看领 就知道 还在问领发了 施工单位 项目部 材料供应部门 在材料领发过程中 存在哪些问题 应该怎样纠正 领发 施工单位 对进场的材料 让步接收 是否正确 让步 不正确 不合格 不符合 拒绝 接收 好 我们看13年问的 世界二中 施工单位 对建设单位 供应的H形钢 放宽 验收要求的做法 是否正确 说明理由 放宽 不正确 业主提供的 就能放宽吗 还是不符合 不合格 拒绝接收 对吧 这个题还比较简单 比较正常 我们看一下 19年和18年 最难的两年 18年是最难的 就是 难度陡升 我们说最难的16 1819 这三年 风格明显是一致的 吉林庄协会出的题 18年是最难的 然后19年就持平了 所以很多同学 知道它的套路 然后20年 陡降 难度就低很多 材料验收 有哪些要求 第一个问题 我估计很多同学就不会写 验收工作应该按哪些规定进行 规定 你要写什么 两个规 质量验收规范 尽量检测 规定 两个规 对不对 第一个问题 材料验收有哪些要求 这道题好大的 什么叫要求 是答那个品种规格 型号数量质量吗 还是答什么 我们看到刚刚那个证文 这道题问你验收有哪些要求 你应该把 你看材料 进场验收要求 是大标题 你应该把五句话的句子 句号前面写了 进场验收附减 按验收标准规定进行验收 验收内容 应完整 做好记录 办理验收 不符合不合格 拒绝验收 是不是很难 就是你第一句话 都不一定能读懂 问你有哪些要求 那大标题就叫 进场 材料进场验收的要求 所以你应该答句号前面 然后他再问你 哪些规定 你就只能答 这个两规定 只能验收规范 即便检测规定 这是19年的案例题 我们再来看18年的题目 A公司是根据 哪些技术文件 清点锅炉 受热面的部件数量 这道题 在当年考完了之后 各个机构的答案 五花八门 起码是三种答案 所以很多同学 就比较懵 考完试之后 就想对一对答案 结果发现 不同的机构 出的答案都不一样 就正想知道那种 比较难的题目 它的这个答案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你要找到 它的关键体验 有哪些 很多同学 看到了技术文件 还有哪个 我每次问大家的时候 很多同学说数量 看到了数量 我继续问 还有哪个 还有同学说 锅炉收热面 我继续问的时候 还有哪个 就不知道了 还有一个清点 这句话 很重要 清点 你一看清点 你就知道 材料在进场验收了 我再进行清点 所以这道题 你应该答什么 答技术文件 好 有同学想到了 四文件 对不对 净料计划 送料凭证 质量 合格证 质量保证书 产品合格证 但是在考场上 你会这么写吗 很多同学 很多机构 就我们说机构给的答案 有的机构 一看到锅炉受热面 第一个反应 我知道锅炉 受热面 肯定考技术的题 通球实验 光谱分析 它的这些 合格的文件 材料 尺寸的 几何尺寸的 各种质量的证明文件 达到第一章去了 以为是考第一章的 锅炉里边的内容 好 有的机构一看 技术文件 我知道 文件嘛 合同 图纸 技术协议 答那些文件 这个 也觉得是对的答案 有的机构这样给 剩下一部分 像我们环球这样的 一看到清点 技术文件 这个时候你应该答什么 我们前面讲的四文件 净料计划 送料凭证 那四个 你看答案五花八门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啊 就是考完试了之后 很多机构的教研人员 人家就是干这个工作的 他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然后对着书开卷 对着书去找答案 他自己都不知道 应该用哪个答案 我们在考场上 孤军奋战 闭卷 你能知道 这个时候 达尽料计划 送料凭证 非常难 所以很多同学 无从下手 好同学也是无从下手 好同学 身远脑袋里边 这点太多了 还检索 我究竟要用哪个 学的不好的同学 压根就不知道 这道题想问什么 所以我反复强调大家 你要多练 多读题 你要知道 他想问什么 你定位 技术文件 然后清点 你就知道 再问进场 材料验收的要求 跟这个锅炉 受热面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种题 我们叫批马甲的题目 1819有很多这种题 尤其是18年 他给你批个马甲 你都不知道 他想问什么 故意拿这个锅炉 受热面 来吓唬你的 所以你就会导致你 读题 特别容易读片 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 所以这是我们一键考的 二键呢 我就没有放在这儿了 二键的话 20年考的都比较简单 就是拒绝接收 以及材料的 进场的这个 复检 证明的报告 好 所以这个点 还是很重要的 难在哪呢 难在读题 现在题目问的比较活 所以我们这个要 进料计划 送料凭证 质量保证书 产品合格证 这个是基础文件 好 下一个考点 工程设备管理要求 这个的话 我们说十多年 就只考过一次 剩下这个机械设备 就更加没有考过了 这个工程设备 就是我前面讲的 被安装的那个东西 被安装的那个东西 叫工程设备 它这里边讲的 大建工程设备 运输管理的要求 设备卸车搬运的要求 设备验收的要求 出库入库仓储管理要求 其中验收出入库仓储 可以类比我们材料 非常相似 他们之间非常的雷同 你可以对比 也是什么品种规格 型号数量质量 这一类的外观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运输这个要求 大建工程设备 运输涉及到 沿途公路的作业 沿途桥梁的作业 还有现场道路的作业 关键点是什么呢 大型 它这里边大型 大建 大建的特点就是 特重特大 一个就是它体积大 有可能过不去 第二个 它重量太重了 有可能会 损坏人家的桥梁 超过它的这个 承载的受力 所以你要设计它的路线 好 我们来通读一下就可以了 第一个 沿途公路作业 在大建设备运输前 因会同有关单位 对道路地下管线设施进行 检查测量计算 关键词地下管线 由此确定行驶路线 和需要采取的措施 就我刚才讲的 你至少得知道这个路线 我们通俗来说 有没有线高 你得知道吧 有没有线高 然后有没有限制 它的这个承重量 第二 沿途桥梁作业 一二年考的应该就是 这个桥梁 还是道路 这个点 按照车辆运输行走路线 按桥梁的设计复合 使用年线 就是 按照车辆运输的路线 第一个路线 第二 设计复合 第三 使用年线 第四 当时的状况 车辆行驶前 对每座桥梁进行检测 计算 并采取了相关的修复和加固措施 这个也很好理解 就是主要是超载这个问题 第三 现场道路作业 道路两侧用大石块填充 并盖后缸板进行加固 第一个关键词是加固 车辆停靠指定位置后 考虑顶升平移 拖运等作业工作 在作业区内 铺设后缸板增加承载力 第二个关键词 铺设后缸板 我们在哪儿讲过这个 起重机的地基处理的时候 我讲过后缸板或者是枕木 这里边采用这个后缸板 可以有效的增加它的这个承载力 就是我们说压力压强这个关系 沿途其他 第三 沿途其他施工用的障碍物 要尽数拆除和搬离 所以这是关于大件 设备的这个运输的一个要求 然后大写四 关于它的出入库仓储 我们来通读一下就好了 跟材料里边有很多雷同的地方 入库保管的要求 设备入库后 必须由设备负责人 采购人员 以及设备管理人员 三方共同对采购的设备材料 进行确认 确认内容包括 质量证明资料 设备外观检查 规格型号确认 数量核对 核对无误后 由三方在设备入库单上 共同签字 入库底单 由设备管理员存档 所以已经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 品种规格型号数量质量 这个内容 也是跟我们前面讲的 类比收快递 是一样的 这是设备的 第二 设备仓储的管理 跟材料的 也是雷同的 这些防潮 防火 防盗 防相应的干扰 都是类似的 第三 设备出库管理 就是设备 仓库放了之后 我们要用 设备的出库 必须由施工班组 负责人填写设备领用单 领用单 并经过管理人员 确认签字后 方可发放设备 设备出库时 设备管理员和设备领用人 必须对其外观质量 规格 型号 数量 重复了 逐项进行确认 核对 核实无物后 在设备领用单上 进行签字确认 刚刚跟大家看了 这个材料的领用单 这个是设备领用单 含义是一样的 什么时间 什么 由谁 领了什么设备 型号是什么 好 这部分的考点清单 大建工程 设备运输 沿途公路 有何要求 沿途桥梁 道路 有何要求 简单来说 都是要设计它的路线 要进行加过 然后要考虑 这个复合的一个影响 然后第三 设备入库 保管的要求 入库 跟我们材料入库的 整体思路是一致的 然后12年 考的就是桥梁 考的是桥梁 在主变压器 通过桥梁前 除了考虑桥梁 当时的状况 还要考虑哪些 它的复合 设计复合 对吧 以及它使用连线 跟个填空体一样的 相应采取的 这个措施 就要进行检测 计算 并且采取相应的 修复和加固措施 基本上对应好 一个一个的采分点 来回答就可以了 好 所以除了考虑 当时的状况 还要有考虑 车辆运输 行走路线 设计复合 使用年限 进行检测 计算 采取 修复 加固的措施 基本上对应好 采分点就好了 好 剩下这个考点 施工机械管理要求 基本上没有考过 你在旁边做一个笔记 在我们机店里边 当他说到施工机械的时候 默认其中机 你别的专业没有这个特点 你像土建啊 试证 它的机械可多了 推土机 压路机 悬挖钻 顿垢机 但是在我们机店 都用不上那些 我们机店用的最多的 其中机 安装东西嘛 掉东西嘛 然后其次焊机 如果你要焊接 要用的焊接 再其次挖掘机 如果你要挖坑 就这么几个 用的就是最多的了 其中 你默认是其中机 为什么呢 这个支点越具体越好学 你光是说一个施工机械 它太宽泛了 当你说其中机的时候 脑袋里边出现了其中机 它特别具体 你学的时候就很容易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管理要求 大写二 你就写 施工 现场的施工机械 就是其中机 有哪些管理要求 第一个 进入现场的其中机 给它转换一下 您进行 一 安装验收 二 保持性能状态完好 三 做到资料齐全准确 四 属于特种设备的 要履行报件程序 这样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我们对应好这个关键词 要验收 其中机要验收 性能要完好 资料要齐全 也就是资料 包括这个其中机本身的资料 还有这个其中工 它有没有相应的 其中工的这个驾驶证 然后要报检 好 第二 强化现场施工机械 设备的平衡调动 其中机的平衡调动 合理组织 机械设备 使用 保养 维修 提高机械设备的 使用率和完好率 降低项目的 机械使用成本 你看 就是很文绍绍的 说面的用语 我们给它翻译一下 什么叫 提高它的使用率 完好率 第一 你不要窝工 你租了之后 它一天要给几千块钱的 你说我租过来之后 结果呢 前一个工序没做完 现在还掉不了 这钱浪费了 没有提高它的使用率 完好率 简单来说 不要超载 你超载了之后 出现了质量问题 要修 要花钱 还要浪费你的工期 所以这样就很好理解 但是考试的时候 你不能这样写 你说不能窝工 不能超载 那不是采分点 所以你要写 要提高它的使用率 完好率 降低它的使用成本 第三 执行重要施工机械设备的 专机专人负责制 机长负责制 和操作人员 持证上岗制 我们叫三定制度 定机 定人 定岗 三定制度 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都是你们管理的内容 好 第四 严格执行 施工机械设备操作 规程与保养规程 制止违章指挥 和违章作业 他这边强调 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 防止机械设备 带并运转 和超负荷运转 及时上报 施工机械设备事故 参与进行事故的分析和处理 也是很书面的一个表达 制止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 违章作业 常见的就是超载了 然后违章指挥 就是领导人说可以掉 你就按照我指挥的这个来掉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违章指挥 然后防止带病运转 超负荷运转 超负荷 就我们刚才讲的超载带病 起重机 如果说它有什么毛病的话 相对来说 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漏油 液液油容易泄漏 所以要定期的 它这里边讲的 然后进行保养 常规的一些 就是司机师傅 常规的一些小毛病 维修它也是会的 换个小的压阀什么的 要具备这种 常规的保养的能力 第五 严格实行专业人员 进行的定期保养 和监测修理制度 所以这个第五点 跟第四点有点雷同 好 然后第三 施工机械 设备操作人员要求 翻译一下 就是其中工的要求 其中机我们有三个人员 一个是其中工 大家熟悉的 还有思索工 就是专门来挂这个重物的 以及信号指挥工 主要我们其中三个工人 其中工 思索工 信号 指挥工 所以它的一个要求 你简单来计 就是继承 其中工 这样好理解一点 第一个 严格按照 操作 规程作业 搞好设备的日常维护 保证机械设备安全运行 就我刚才讲的 简单的小毛病 漏油啊什么的 它能够简单的处理一下 日常的维护 第二 特种作业 严格执行 持证上岗制度 并审查 证件的有效性 和作业范围 第三 逐步达到 施工机械的 四懂三会 的要求 四懂 三会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懂和会 哪个要求高 你思考一下 懂和会 哪个要求高 懂 只是知道 知道就可以了 会是什么 会是动手操作 所以大家区别一下 四懂 懂性能 懂原理 懂结构 懂用途 三会 会操作 会保养 会排除故障 你看我刚才讲的 简单的故障 它是能够排除的 操作那肯定是会的 保养也是会的 而懂 懂性能原理 懂结构 懂用途 你比如说 这个原理和结构 你让它画一个原理图 师傅能画出来吗 它肯定画不出来 它只是知道这个原理 这个油路是这么走的 操作 我是这么 操作感是这么操作 它只是懂这个原理 所以四懂三会 会要求更高 好 我们怎么计呢 这个也不做太高要求 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来讲 能源够用 超保障 能源已经够用了 超过我们的需求了 超过保障了 能 性能 原理 够 结构 用 用途 超保障 超 操作 保 保养 账 排除故障 基本上整好七个关键字 好 我们看这部分考点清单 第一个 施工现场 施工机械设备管理有何要求 施工机械设备就是其中机 要进行安装验收 保持性能 状态 完好 检查的资料是否齐全 属于特种设备 要履行 相应的 报检的这些手续 提高它的使用率 完好率 不得代复和运行 整个这个描述 不做太高要求 一般考的话 改错题 如果考到改错题 第二个 施工 设备操作人员的要求 操作人员 我们简单来说 定机定人定岗 其次呢 四种三会 好 就是这部分的支点 好 问题 案例提问 履带式其中机进场后 即立即进行起掉 是否正确 说明理由 我们 13年 应该是10年 考过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问题 其中机到了现场 马上就开始调 问你对不对 当然那个时候的教材 十年前的跟现在描述 已经有点不一样了 那我问大家 你像这道题 立即进行起调 正不正确 肯定不正确 让你说理由 请问 这个时候 你就开始犹豫了 有人说 那这个我应该答哪个呢 我是答第二章里边的 机具管理的要求 还是答第一章 其中技术的要求呢 所以你在考场上 你不知道 出击人 他的本意是什么 那怎么办 最好两个都答 好 这里边首先你要答的 就是我们刚刚才讲的 机械 有没有安装验收 有没有保持性能状态完好 有没有检查的资料 是否齐全 履带式其中技术 属于特种设备 有没有报警 这四个财分点 你拿到了 其次 你最好把 其中技术部分的 回答一下 请问 其中技术部分 有哪些财分点 比如说 地基有没有处理 有没有做地面耐压力的测试 今年教材改成了 地耐力的测试 还有 有没有试调 试调 其次 有没有编方案 方案有没有审批 所以你会发现 实际上这道题 我们要探究的话 我答哪个 我究竟答哪个 你不知道 它可以写的东西很多 所以建议大家 尽量两个点都写 这也是为什么 好同学很纠结的原因 好同学经常会发现 卷子不够写 因为同一道题 我可能有好多个 答题的方法 思路 所以第一个 你要写 安装验收 二 保持性能状态完好 三 做到资料集权整确 四 属于特种设备 要履行报警的程序 此外 建议大家 还加上地耐力测试 以前的名字多好 叫地面耐压力测试 今年给改成了一个简称 叫地耐力测试 就是地面耐压力测试 你写地面耐压力测试 它不敢扣你分 而且我推荐大家 记之前那个叫 地面耐压力测试 现在叫地耐力测试 就是你记得的时候 少了一点 试调 施工方案 有没有审批 有没有交底 等技术部分的内容 集中技术的内容 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 一道相对有一点开放的题目 就是不明确 你不知道还应该答 管理部分 还是应该答技术部分 那你就两个都写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考点 施工技术与信息化管理要求 这个支点的话 两星考过三次 有选择有案例 其中比较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交底 施工技术交底 交底我们在前面 施工组织设计讲过 所以相当于回顾一下 对比一下他们的一个支持点 好 我们来看施工技术交底的 管理的要求 第一个施工技术交底的组织 技术交底应分层次展开 关键词分层次 直至交底到施工操作人员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们二建考过 14年考过一次案例题 他就说 我们对施工班组长进行交底 仅对施工班组长进行交底 可不可以 你就说错 只对施工班组长交底是不可以的 应该层层交底 一直交底到最后的具体的施工作业人员 所以这句话就是分层次展开 直至交底到施工操作人员 交底必须在作业前进行 核实我们说了 核实和人交合理 核实作业前 并有书面交底资料 主要是为了之后便于追溯 口头都不行 在工程开工前 计定重要项目 对于重要项目的技术交底文件 应该由项目技术负责人审核 或批准交底时技术负责人应到位 这是关于组织这个要求 然后第二 施工技术交底的内容 内容 我们在前面施工组设计 还有施工方案也学过 将相应的交底的这个内容 也是要求大家能够记住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施工技术交底 是有层次有重点 有针对性的一项重要的 技术管理制度 交底应在开工前进行 并贯穿施工的全过程 就是每一个阶段都要进行 相应的交底 施工技术交底有 这个也是我们二件考过 这一部分啊 一件考的不多 但是二件几乎把能考的地方都考过了 考过大概四五次了 所以待会我们简单给大家罗列一下 二件考过的一些问题 能问的他都已经问过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叫施工技术交底有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类型有哪些类型的施工技术交底 这个当时考的时候 还有点难 很多同学不会写 因为他问的是类型 而不是内容 好 一设计交底 二施工组织设计交底 三施工方案交底 四设计变更交底 这一下子你就知道 施工技术交底和施工组织设计交底 施工方案交底 它们之间的关系了 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所以施工技术交底比较大 它分为设计交底 如果出现变更 有设计变更 所以这两个应该成对计 设计交底设计变更交底 然后这两个也应该成对计 施工组织设计交底更大 施工方案更小 一大一小 一前一后 这样的话不就是 整好四个吗 两对 这叫施工技术交底的类型 你给它补充上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 技术交底主要包括 它的内容 又是我们讲的 可以用万能答案 质量 安全 法 你看 施工工艺与方法 技术要求 质量要求 安全要求 以及其他要求等 第三 机电安装工程 技术交底的重点 就是哪些 简单来说 哪些需要进行 技术交底呢 就涉及到一些危险性 比较大的 或者技术复杂的 你要进行技术交底 比如说在我们机电里边 比较多的 第一 设备构建的吊装 有吊装 你就要进行 相应的技术交底 第二 焊接工艺与操作要点 我们前面最开始学到的 三大专业技术里边的 测量其中焊接 焊接和吊装 占了两个 第三 调试试密型 要进行相应的技术交底 四 大型设备的基础埋件 构建的安装 五 隐蔽工程的施工要点 隐蔽工程 管线的隐蔽 要进行相应的技术交底 六 管道的清洗 试验 及试压等 也要进行相应的 施工技术交底 你像这种题怎么考 可以同样的 放到背景里边 请问背景中 哪些要进行 施工技术交底 如果你看到焊接 看到吊装 看到管道 施压 吹扫这些 你就要撇 它要进行相应的 施工技术交底 这是这个支点 然后我们最后 把它做到一起 对比 第一个 施工组设计的交底 第二个 施工方案 第三个 技术交底 其中这个施工技术交底 它是包含了 就是它比它们大 比前面两个要大 这是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说 实际上是可以混迹的 法 质量 安全 然后技术的这个要求 其中 你达了方法 质量和安全 已经占到了 它们中间 一大部分的内容 跟前面的对比 来进行学习 好 大写四 设计 变更 管理 这两年里边 我们的 就1819的案例题 都考在这个 设计变更里边的 设计变更的话 分为 三种类型 第一个 小型 设计变更 第二个 一般设计变更 第三 重大设计变更 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我放到一个表格里边了 谁提出 变更 谁审核 谁签字 提出 审核签字 按照这个流程来走 依次 从小到大 小型一般重大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分级管理制度了 分级管理 什么级别 什么职位 对应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要求 基本上 这个设计变更 都是项目部 项目部的专业工程师 项目部的总工程师 你看 级别在扩大 然后审核 项目部技术管理部门 经项目部技术管理部门 审签后送交建设监理单位审核 重大的提交建设单位 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进一步论证审核 这个审核我们不做太多要求 然后签字 签字的话 我们也有一定的技巧 简单来说 就是监理设计 加建设单位 所以基本上通的 小型的由设计监理 建设单位代表来签字 一般由设计单位签发 设计院更通知书 并经过建设监理单位 汇签后生效 重大设计变更 由设计单位 负责修改设计图纸 经建设监理 施工单位汇签后生效 所以你发现签字是一样的 审核也很雷同 提出级别 按分级管理这个制度 来走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设计变更 几个分类 好 我们看考点清单 第一个 施工技术交底的类型 问类型的 我们说两对 一个是设计交底 和设计变更的交底 一前一后 一个是施工组织 设计交底 一个是施工方案交底 一大一小 这就四个了 第二 哪些项目需要进行 安全技术交底 是不是结合背景 你看到焊接 看到吊桩 看到隐蔽工程 看到管道施压吹扫 都要进行 相应的安全技术交底 第三 施工技术交底 有哪些要求 案例背景中 施工技术交底 有何不妥之处 直接在背景里边找 就可以了 然后要求的话 也就是我们讲的 分层次 交底 一直交底到 施工作业人员 要全过程来进行 然后要有 这个项目技术负责人 审核 这些要求 好 我们看一下 关于交底这一块 我们说二件 把能提的问题 全部都提过了 你看 1214161719 09还是比较高频的 我们来 借鉴一下 它的问法 第一个问题 09年问的 项目部查验的 技术交底记录 包括哪些方面 问的是 技术交底记录 这个在我们 意见 没有太强调这个点 然后12年问的 本工程的施工技术交底 内容有哪些 问内容 质量安全方法 这些 就可以写了 14年 指数项目部 在施工技术交底上 存在的问题 这个背景中 是怎么写的呢 它讲的是 我们对施工班组长 进行了一次口头交底 问题错在那 我再说一遍 你看你找到几个错误 对施工班组长 进行了一次口头交底 有三个错误 第一 不能只对施工班组长 做出交底 要向全体作业人员 提出交底 第二个 一次错了 应该是多次交底 第三个 口头交底错了 应该是书面交底 这种改错题很简单 然后16年问 施工技术交底 记录的要求 跟这个09年是一样的 然后17年问 作业班长做法 是否正确写出 施工技术交底的类型 这个就很难 问你类型的 很多同学都不会写 我们说的 有设计 设计交底 就有设计变更交底 有施工组织设计交底 就有施工方案交底 好 这是我们交底 问过的一些 二届问过的一些问题 参考一下 然后本节的支点总结 内容非常庞杂 人 财 机 被安装的机 用来干活的机 然后施工技术 与信息化管理要求 以及资金 你看 总共有 六块的内容 其中我们的重点 放在人和材料 人里边 比如说特种作业人员 这些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无损检测人员 他的一些要求 然后料 料的话 主要还是经常验收 领发 这些要求 机 很少考 我们不做要求 它这里边 验收入库 出库 跟我们前面是重复的 然后这些运输 搬运 简单来说 就是要进行检测 加固就可以了 剩下这个机 就是对其中机的要求 我们看了一些 给大家编的这个题目 实际上也是可以问的 可以结合我们前面 其中技术来考 然后其中这个 技术与信息化管理的话 主要是着重这个 胶底 还有就是变更 变更的分类 小型一般重大的 剩下这个资金 没有考过 不做要求 好 这节课内容 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 还是 大家 可以投放你的相应经历 在 参考的一些致点 就可以了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